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那我剛剛發下去的有兩張 一張是今天的Quiz 然後另外一張是一個簡單的段文 那就是在Science最近的一篇 其實也不是論文啦 也不是什麼Science的文章 就是它有個專欄 然後有一些人頭 那我覺得這還挺有趣的 As a non-negative speaker I struggle to write scientific papers in English It is how I learn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其實呢 我就是希望大家以後在看東西的時候 都可以去apply 或pick up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講過的東西 我希望雖然我們只是講了三個禮拜 但是我其實已經講了很多東西了 很多內容 關於一些可能大家平常在寫作寫東西 不管是中文英文 或者說你看文章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些方法學的東西 有一些系統性的東西 你要去慢慢的去使用 那你寫東西的時候用得上 但是你看東西的時候也一樣去應用它 那這樣你就會越來越進步 那這邊文章大家回去自己讀 那它內容其實主要是講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這個 不要怕寫出來 所以要很快的寫一個drive出來 不要坐在那裡想把每一句話寫得完美 然後你就卡在那個地方 一天你就寫那一句話 你要告訴你 你不要一開始就想要寫完美的句子 一開始就是把它寫下來就對了 所以就一直寫 一直寫 我提供給大家一些參考 先有個allline allline出來之後 這是你的topic sentence 接下來每一個idea 怎麼樣去展開來 就寫 就寫 而且寫完以後 你有個草稿之後 在work with your draft 再慢慢的 這其實跟我們上課講的 你要draft draft之後你要edit 是有 是一致的 你要去理解說 這中間是一致的 那你看他文章寫的東西 他能夠看到science 他真的不是寫得太爛的東西 所以他假如不會寫配合 這個作者假如寫的配合不行的話 science根本不會看他的文章 OK 那你看他有沒有符合我們之前談的一些東西 你稍微看一下他的結構 他每一段 他有沒有很長的段落 還是他每一段都是短短的 每一段 他是不是有的段落只有一個兩個sentence 這OK啊 這OK啊 他要講idea夠簡單 每一個段落就是一個idea 這是我們上次上課強調的東西 你自己去體會一下 我們上課講到的一些東西 跟他這個文章裡面 在談的有沒有關係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撇開這個 這篇文章 今天 然後另外一張是quiz 因為我們今天不會有時間 給大家去 在這邊實際練習這個quiz 就大家帶回去自己練習 然後 我們 我會把解答公布在 Sever上 不是Sever 跟TU Cool上面 然後 你們突然答案 假如下次來的問題 下課可以問 好 那要先跟大家說抱歉 因為今天在 等一下我有個 跑不掉的會要去開 所以 我今天必須要提早下課 我可能5點20就得走了 甚至於更早一點點 OK 所以後面有一些practice的部分 可能就要讓大家自己去運作一下 那剛好 這今天的課程跟之後 也剛好有個轉折的東西 我們課程的規劃是這樣子 前面四個禮拜到今天是基本的寫作 寫作的等於說策略大的 寫作的整個綱領 怎麼做 我們都會講這些東西 那 中間呢 則是寫作的一些 auxiliary auxiliary是一些附屬的 或者說幫助使用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會談 字的選擇 這是下個禮拜 reference的format 我們會談email cover later 這種東西要怎麼寫 我們會談怎麼做圖 然後Info Graphics 然後大家開學 跟大家講過 Info Graphics 會是一個蠻重要的作業之一 但是我們是把這個設計的時候 這好像是三年前 我們開始在弄這個課程的時候 花了很多時間在做 整個 弄這個課程超累 真的 但我們是有規劃的 所以中間這段本來是 戴環清老師上的 那他其實就是上一些 他也是比較專長 他做這個做得非常好 人家會拉小提琴的人就是不一樣 所以 那 對啊 所以我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找戴環清 找張木傑 對不對 然後張木傑就先離開了 然後戴環清也離開了 我不知道喔 我不知道喔 接下來 所以我們中間其實就是 等於說是 跟寫作相關的這個Azile 特別在現在 我們認為說 我開第一堂課就講了 我們不是要教大家寫英文 我們是要教大家 communication skill 重點是怎麼communicate 所以圖的communication 這麼重要 字圖這麼重要 字圖很重要 對不對 然後你的這個 一些文獻的呈現 什麼 你在citation 該怎麼樣cite 這個都是 像我以前自己在學的時候 都是implicit 意思就是說 就是我自己看 然後一邊看 然後偷看人家的 我老闆是怎麼弄的 這樣慢慢學的 那我們就是要在這堂課 把一些 可能你過去是implicit 是過去不自覺 但是 in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還 這個在 不是直接明白的在學 要偷偷學 或者 潛移默化學會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要把它 攤開來 明白的講給你聽 OK 所以 reference format citation cite 要怎麼去cite 這個我們都會知道 但是就是 等於是中間有一段 當初歸後來是 這些東西有點雜 那 放在中間 也可以給大家 就是稍微休息一下 這樣子 那接下來 最後的 三分之一的課程 那就是認真的 我們要來談 真的寫一篇paper 要怎麼寫 我們到目前為止 談的都是general 對不對 我們有告訴你說 paper introduction resultion discussion paper的這個 要怎麼去寫 但是之後我們會 在接下來我們就會回來談 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課程的規劃是有一個 當初在思考的時候是有 按補久班去做這個事情 那 所以 所以 今天剛好我們會把 可以把這個close掉 那有一些 可能今天假如說 在hands on 或practice 希望大家練習的東西 沒有時間做完 那沒關係 你帶回去 我們下次上課的時間 我們會給時間 給大家去完成這些工作 ok 所以剛好 這個今天的課位可以 先離開比較沒有關係 好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在講的 這個是非常重要 上個禮拜 上課內容是很重要的 關於一個段落怎麼寫作 你要記得 One paragraph One idea 一個科學的 一個這個科技的論文 英文的論文 英文的文章是用段落去 去演繹去推 它的整個文章的idea 那希望大家在讀的時候 也去稍微想一想 是不是我讀了這邊paper 我現在讀的東西 它的那個idea 每個段落要傳達的idea 有沒有很清楚的告訴我 我能不能找到它的topic sentence 而且除了topic sentence 我上次有特別強調 所謂的thesis 這件事情 好 所以你假如每一看那篇段落 你可以看得出 它那一段在講的thesis是什麼 那你對這個東西的了解 其實就更深一層 好 所以我們一邊在學怎麼寫 其實我們一邊也在學怎麼讀 你要知道這東西是完全是一個地毀的東西 好 那我們有稍微談了一下說 一個好的段落要有一些性質 clearly focused, properly developed, well organized, coherent, and near too long nor too short 好等等的 那你要有something to deliver 你要有個thesis 寫作 科技寫作 不是要寫一些光事實的陳述或者資料的報告 那是流水帳 那個是report而已 是沒辦法變成一篇paper 要寫一篇paper一定有你的opinion 你的idea OK 有一個東西要能夠debatable 我們上次講thesis是什麼定義 是什麼 就是something that's debatable 就是人家能夠說你同意或不同意 這個東西才可以 好 那假如純粹是事實 現在外面是晴天 你覺得就沒什麼好寫的 好 沒什麼好寫的 好 好 那 所以今天你們應該要有一個 access 3 就是paragraph revision practice 這是上次的assignment的內容 然後有請大家去找一篇show essay on chemistry related topic 就是你們個人自己找的 還有你應該要有一個model paper的paragraph 就是你自己的model paper 你應該要有把他印出來 所以這個是今天可能 我們等一下 時間不夠讓我們go through這些practice 但是我們中間還是有地方不用到 好 那到目前為止的課程有什麼問題 沒有嗎 好 我還是希望說這是對你有幫助的 所以你回去想一想 那要不說疑問的話呢 也可以在這個課檔上面提出來 我們大家可以討論 好 那有時候是藉由這種對話或討論 我們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